造價101億的台北文創大樓 日前被踢爆是爐渣屋 隔沒幾天記者再度指擊現場 只見工人忙著粉刷牆面 做定期維護工程 這會有點顧慮 對 然後建築物方面 可能就會稍微避開一點這樣 空間滿寬闊的 然後不太會考量它的 會不會有什麼危險性 民眾看法兩極不過仔細觀察 修復後的牆面變得整齊沒有熬動 但隱約可見修補過的痕跡 台北文創業者強調是廠商勿用 摻了爐渣的沙 但其實在102年7月之前 當時大樓還在興建 他們就發現外牆有玻璃現象 後來找台北市土木技師工會檢測 102年10月報告出爐 也就是說他們早就知情 業者提供當年的鑑定報告 承認的確知情 由於報告內容標明混凝土材料強度 會因游離氧化鈣的白色結晶體 影響而降低 整體而言結構因屬安全 才未通報市政府 整個混凝土的抗壓強度 基本上它是符合規定的 所以當時102年所做這個相關的試驗 的確對它的結構體是不會產生影響 由於爐渣建材遇水就會出現問題 台北地區經常下雨 專家認為這兩年多 建材是否有出現其他異狀 沒有定期檢測鑑定 根本無法得知 你不曉得說這個餐料各方面的部分 對以後的強度部分是不是有所謂的影響 可以建議是說它後面 它要定期去做混凝土專心 看看它的強度有沒有衰減 台北市都發局回應 最近與建管處密切開會 釐清台北文創如紮物的爭議 不排除重新鑑定 但儲部認為這是個案 不會對其他BOT案建築 進行全面普查 記者程序網越方 台北報導